这地儿我之前来过 是吧 叫我一座月子的时候 来咨询 师哥 那事都过去了 就别再想了 别想了 莫大夫 李护士 好久不见了 确实 师哥 人家美额姐现在可是护理主任 我师哥不知道 叫什么都行 莫大夫 你的事我都听说了 太可惜了 这么好的一个大夫 没事 确实是我失职了 失去你是他们医院的一大损失 算了 不开心的事咱们不提了 我带你们转转这儿吧 好 好吗 好 好 走 快 杨姐 倒两杯水过来啊 好的 请坐 好 坐 晓晓 好 莫大夫 好 莫大夫 我们这儿的环境怎么样 你们这儿相当好啊 我是真没想到 你们这月子中心能做得这么人性化 这女性要是在这儿坐月子 真的挺方便的 省心又省力 而且还能避免很多家庭矛盾呢 是 梅小姐 你记得上次我跟您说过啊 我师哥现在还得找工作 莫大夫 凭你的资历啊 要是来我们这儿上班 一句话的事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只要你愿意屈尊过来 这 这我当然愿意啊 李主任 我现在真的特别需要这份工作 这样 莫大夫 我呢 去跟人事打一声招呼 你回去准备一下 周一就可以来上班了 那太好了 那 梅小姐 我师哥不用 欠下你们老总 然后面试一下什么的吗 哎呀 放心 这点面子 老板还是会给梅俄解答 对对对 真的 李主任 我 我太感谢您了 我都不知道怎么报答您 莫大夫 谁还没有求人帮忙的时候啊 不过 怎么了 这个工资啊 可能刚开始会稍微低一点 没事 这个没有问题的 那只要你不嫌弃 那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不嫌弃 李主任 那咱们里边一见 好 再见 莫大夫 来 没关系 再见 再见 再见啊 再见 没想到这事这么顺利啊 确实啊 对了 师哥 刚才啊 她说那个薪资低的问题啊 你不用担心 我之前给你查过了 就像你这样 专业的儿科大夫 在这种私利机构干 再低也低不到哪儿去的 肯定比咱们在医院高 这没关系的 不过这次还真的得多谢你了 师哥 看你跟我怎么还见外来 还谢什么 对了 我之前 听说你的官司打得不太顺 那彤彤 没关系 我有了这份工作 二生我已经能把彤彤给接回来 没关系 我可以帮你 我可以啊 我可以帮你 你给我批评了 我妈的 我辛的 我觉得 我也是 我可以帮你 我便亚 我听说他们要把你调到月子中心去伺候那些孕妇啊 连你都听说了 现在各个部门都传遍了 也不知道是谁走了的消息 还能有谁啊 陈娇蕊 对了 杨总那边还在等你到回信呢 替我谢谢杨总 我给你找一个更靠谱的雷特公司 你的能力比陈娇蕊强那么多 像你这样的人才无论到哪儿 我现在不想他工作 不用了 心情不好呢 就不要再用脑子想了 要学会用身体来感受 一会儿我陪你吃顿好的 然后再回家好好地睡觉 正好这两件事 我都可以帮你 你听说了吗 萧嫣要走了 萧嫣姐 她这次忍不住了 一周之内肯定走人 不可能吧 萧嫣姐 嗯 那她进来吧 季总 你好 是不是有点意外 一听是西娅集团的 还以为是宵宴的吧 请坐 好啊 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的 我女儿半周岁了 想今天晚上 在家里举办一个小型的派对 李总和马总全家都过来 所以我想请您 也带着孩子 一起来热闹热闹 太客气了吧 让助理送过来不就行了吗 我怕我不亲自送过来 您不肯赏光啊 我自己送过来了 您不会不给我这个面子吧 孩子都已经半岁了 真不容易啊 需要我做什么吗 您肯来 就是最好的礼物了 好 晚上见 谢谢季总 我说你能不能给我做的样子 稍微好看点啊 讲究点 好吃不就行了吗 味道不重要 反正我们家同学又不吃 我就要样子好看 这拍照显出来高级就行了 你们两口子可真够奇怪的 一个逼着我做蛋糕 一个又欠我做的丑 那你自己买去 你说这陈江蕊怎么知道 我会做蛋糕啊 他呀 所有的敌人 他都会了解那清二楚的 那我还给他送蛋糕 不会是鸿门宴吧 对付你第一种小便 真不用 那他是想拉拢我 对了 对了 萧嫣去吗 我给他发过微信了 他没回 他上班 见你前妻那张蛇蝎美女脸 晚上都要做噩梦 那晚上还要去他家 我看呀 今天是没法睡喽 行了 你就别废话了 你记住啊 你要没拍着我女儿高高兴兴 样子的照片回来 你还真就别睡觉 老大 你怎么在这儿啊 参加派对啊 什么派对啊 陈总女儿半周岁生日派对啊 我给你发微信了 你给我发微信了吗 发了 我看看 你的微信被淹没了 没事 反正你也到了 小香 季总好 居然你也来了 季总 你也是来参加 陈佳蕊女儿的派对的 是啊 不过我想你肯定不会来的 但是你能来我挺惊讶的 这件事情我一直想在电话里跟你说 不过今天你能来 那正好我们一起上去 我住在这儿 等一下 你看 我买名是个 popula 你不得了吗 好的 李总 季总 这边请 我是你 小柔啊 李总 季总 你们来了 李总 季总 你快请进 快请你都别客气啊 进 季总 请 好 老大 现在怎么办 他叫你去 你就去吧 我会把今夜敌军的状况 掌握彻底 别喝多了 老大 你俩住对门 这上下班的怎么处啊 这上下班 这是ロボ 夫人 利利利利利利Let's take a look 好 你 Pep要多少 拍 one 快点 这个好看 跟她说什么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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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是来参加派对的吗 金总 李总 谢谢你们支持啊 祝贺 谢谢 怎么样 不错 再给你们倒点 好 谢谢 瑞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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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吃什么呀 我们喝吧 来 我们先吃一碗 饿了 你大碗爷们 干了 不是 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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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了干了 还是 干了 干了 没有 干了 的 有 是 哪有啊 难道你想让陈教授看到你 丢回习下的样子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你干吗 她喝不了啊 谁说都不能喝呀 少来 你怎么回事啊 颜值 颜值 季总 您今天愿意过来 我特别开心 真的 这段时间您也辛苦了 这次的项目进展得这么顺利 多K了有您 跟您合作 受益肥浅 要向您学习 哪儿啊 主要是你的团队给力 主要还是因为我们都是做妈妈的 童童能康复真好啊 啊 什么 那天我们活动的时候啊 我听你在电话里说孩子发烧了 哦 早就好了 我想可能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要不然那天你怎么不着急走呢 小孩子还是少去医院的好 其实医院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就是开一些抗生素 而且环境也很糟糕 容易交叉感染 其实小孩子很坚强的 像感冒发烧这些小毛病 基本上都能自愈 我可没有你这么心大 孩子发烧都不去医院吗 我可真做不到 也许是因为 我年龄太大生孩子的缘故吧 这孩子但凡要是有点不舒服啊 我这心里就特别紧张 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一定会把孩子放在第一位的 我说我现在带来一个小孩 我就是想得到 但是我现在应该拿去 说我现在带来一个小孩 我那你也不在乡 我都不在乡 你也不在乡 我 naj oversimlich 我我本来给你 他叫你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我来吧 请在这儿等一下 这是您的工作服 谢谢啊 不 你是不是搞错了 我是儿科医生 莫名 我知道啊 李主任交代过了 不是 你肯定搞错了 李主任在吗 李主任去上海出差了 后天才能回来 那我跟她打个电话联系一下 您稍等 喂 喂 李主任 我是莫名啊 莫大夫啊 有事吗 咱们今天不是说好我来入职吗 我知道啊 咱们前台这小姑娘好像搞错了 以为我是来应聘保安的 您帮我跟她们解释一下吧 没有错呀 莫大夫 是保安啊 我当时就问您 愿不愿意屈尊 没想到你答应得这么痛快 我也很意外呀 工作内容上呢 可能你比较陌生 具体需要做什么呀 他们会告诉你的 我也会帮你的 我这还有点事 我得忙去了啊 我先挂了 您到底还坐不坐 如果不坐的话赶紧走人 门口还有两个人等着应聘着职位呢 萧嫣姐 萧嫣姐 颜值呢 昨天晚上颜值实在喝太多了 差点未出血 我们就送她去医院输液了 估计现在还在家里躺着吧 知道了 我坐下 季总 晓晓 昨天的事情 情况比较特殊 希望你心里头 别有什么疙瘩 没事 陈娇蕊在做什么我很清楚 不用放在心上 喝点什么 不用吧 说实话 她这么搞 让我非常不舒服 季总 这就是她的目的 晓晓 我能够跟西娅集团合作 完全是看你的面子 可现在这个情况 你都看到了 抱歉啊 季总 让你失望了 你是不是真的就要去 去那个什么 什么月子中心了 我当然不会去 是啊 我想你也不会去的 真不知道你们公司 是怎么想的 把你派到月子中心去 这岂不是大财小用吗 这件事情 一定跟陈娇蕊有关系 她倒也没这个权限 这是理查的决策 能有这样愚蠢的决策 也还是受她的影响 晓晓 这件事情 你好好想想 该怎么办 你想好了 需要我给你协助 随时告诉我 好吗 你知道吗 她竟然还跟我说 我们都是母亲 我们都是母亲 她算什么母亲啊 我是亲眼看见她 孩子重病住医院 她可以面不改色 心不跳 跟大家谈笑风声 跟什么事情 都没有发生一样 还有 她打着给孩子庆生的名义 让我们这些人 过去给她站台 你说她什么事情 干不出来 反正我现在是一丁点 都不想再继续 跟这种人合作下去 我也不喜欢陈娇蕊 我也不想跟她共事 但是我更不希望 用她的方式让她离开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式 总之 一周的时间 让她离开这个项目 我们还可以继续愉快地 合作下去 否则 你就不要埋怨我了 还有 小肖 小肖 她现在都要把你 弄到月子中心去了 如果她不用这些 脏招阴招损招的话 她是根本就弄不过你的 她在暗处跟你玩阴的 你还在名处光明磊落 你是不是有点傻呀 你现在还不明白 你们两个必须得走一刻 想想吧 这是我的资料 这是我的资料 三甲医院出来的 厉害呀 不过 牟医生 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这里的医护人员 都是女性 那医生在这里不方便的 在这方面 我会告外注意的 对不起 我们这里不接受 男性医护人员 请不谅解 喂 工作怎么样了 正在办入职手续呢 那就好 把你的工资收入 三千五金正名 拍照发给我 还挺需要的 对不起 你妈的工作室 还挺着急 还挺着急 你下周不就去月子中心入职了吗 时间我没记错吧 你没记错 所以 下周再说 好 那就下周再说 萧经理 赵太太 您还记得我 有什么事 我 我找你有点事 您现在方便吗 不好意思 我不太方便 我也有点事 好 上次好像 也是坐在这儿 你找我什么事 是 我正在办离婚手续 是她要跟我离 可你们还有三个孩子呢 是啊 所以当时 我忍下来选择不离婚 但是现在 是她死活要跟我离 你 如果当时我听你的 坚强一点 勇敢一点就好了 你当时为了孩子 你已经很坚强了 我当时是为了我自己 不过这样也挺好的 早解脱 找自由 那孩子怎么办 大的跟她 两个小的我带走 还是当初那句话 什么时候开始 都不晚 说实话 我其实挺不好意思 再找你的 有什么需要我帮你的吗 不 我现在跟她离婚 是最好的时机 我这次来找你 也是想提醒你 另外一件事情 行了 别哼嘞了 先来把粥喝了吧 拿拿回 鸟子粥能喝吧 你小的不是真难受是吗 干吗喝那么多酒啊 还不是因为你前妻 我这一矿工 之前熬夜加班的工作量 全滑回去了 那你换个工作吧 不 大魔王不走 我也不走 好 现在陈娇蕊 用千方百计地赶走大魔王 但我相信 你大魔王的势力 一定可以 达到你前妻 怎么千方百计啊 陈娇蕊逼硝烟 让她去一个 她打死也不想去的地方 其实走了也好 什么那么麻烦 而且凭她的实力啊 她去哪儿找不着一份好工作 哥 你是新工作不顺吗 走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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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这儿 喝 吃 你不急 我不急 我是想跟你谈谈 公司安排你去管理月子中心 又不是给你减薪降职 合同你也看了 而且也不是不让你回来 只是临时性的安排 我真搞不懂 你怎么会有这么大情绪 我有情绪奇怪吗 我有情绪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你想多了 这次这个情况和上司如出一辙 当初把你从彩妆业务调回母婴部 和这次让你管理月子中心 都是公司器重你的表现 董事会认可你的能力 信任你 才会不断地给你新的挑战 当初也许是这样 但是现在我严重质疑董事会的公平 和公正性 我知道 你一直不服他当这个副总 但是你应该清楚 你们现在的工作是母婴业务 你们面对的客户 是妈妈这个群体 她有孩子 你没有 她就是比你有优势 这你得认 有孩子 就能拿孩子当武器吗 孩子是人家的 人家愿意当什么 你也管不着啊 你们一天到晚拿我生活选择 当枪打我 看来我也应该学学陈娇蕊 看看怎么 使用我手中的武器 你什么意思 我知道你说的是气话 不是气话 起诉书 我已经写好了 你听着 整个公司 没有人针对你的丁克身份 去歧视你 或者故意为难你 我建议你 在举月的中心感受一下 没那么糟糕的 我不去 小宝贝 再见了 再见了 欢迎眼睛 真的可爱的 回去多注意啊 有什么问题 给我们打电话 小宝贝 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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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眼睛 真的可爱的 回去多注意啊 有什么问题 给我们打电话 小宝贝 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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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爱 好 可以可以 好 谢谢啊 好 再见 再见 慢走 谢谢 再见 拜拜 再见 再见 李主任 早啊 莫大夫 早啊 没想到 真来这儿工作了啊 是啊 我需要这份工作 要么你说人生无常 世事难料呢 你说你堂堂一个 三甲医院的主治医师 竟然跑这儿来当保安来 想想多让人心寒 世事难料 才有珍惜当下嘛 其实我挺感谢李主任 你能给我这份工作的 我正好可以放松放松啊 说实话 之前我的工作压力确实太大了 这份工作来得正是时候 很治愈啊 不客气 那您且干且珍惜吧 小刘快来帮帮我 你先冷静一下啊 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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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他一直在抖 李主任 你给我 是吗 是哪儿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啊 你一个保安下 做什么热闹到你 你干什么啊 你一个保安 对啊 我们都不敢看呢 你一个保安你看坏了他 你别碰他 爸爸 妈妈在这儿 都怕了 怎么了 怎么了 我看看 来 李主任 李主任 你看他一直在抖 我不知道他怎么了 没事 没事 正常现象啊 什么没事啊 你们这群人 到底都懂不懂啊 这是婴儿症丸症 这症丸症 必须立刻给宝宝复用 爱因锡酸片 都愣着干什么呢 赶紧去取啊 别听他的 他是新来的 李主任 如果宝宝出现任何问题 你会负全责吗 宝宝现在情况 已经非常危险了 已经连续成串出现强肢性精来 必须立刻送医院 进行脑电图检查 都别愣着了 上我车 去医院 你啊 还真得好好谢谢我师哥 还好他及时带你和孩子过来 我们给宝宝注射粗身上线皮质急速 这才控制了孩子电线发作 这个病啊 发作比较隐蔽不太典型 很容易耽误治疗的 不过孩子现在年纪小 发现还算及时 现在是要开始拥药 后续定期随访 看看控制得怎么样 好 谢谢 谢谢您 这位孩子母亲 您过来一下 师 师哥 你 怎么穿这一身啊 好 方总 这个项目还是由我来负责 对 你别听他们胡说 我会负责到底的 好 有什么事情跟我联系 怎么回事 孩子病吗 是个保安给送过来的 什么 保安 嗯 是个保安 你干吗呀 去 去哪儿啊 慢一点 谢谢您 谢谢您救了我儿子 我老不说 因为您及时送孩子来医院 及时治疗 孩子大脑损害 已经降到最低了 谢谢您 谢谢 谢谢 谢谢您 没事的 不用客气 太感谢了 谢谢 再见 再见 走吧 这李美娥可真是行 竟然让一个儿科医生 去当保安 过以后还会再找工作呢 你能不能先不告诉别人啊 陈娇蕊 你还找什么工作啊 干脆在月子中心 当个儿科医生 不也挺好 你愿意听我一句劝吗 陈娇蕊这个人 你心里也应该清楚 我不觉得你能逗得过她 陈娇蕊 我不觉得你能逗得过她 喂 季总 我想到了 让陈娇蕊离开的办法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